11月31日他賣掉的時候 他拿到現金270萬 他賣掉的時候 我要把他的相關的資產課目處理 相關的資產是貸出售 我們先寫 我用黑色的筆寫 方法 一個情況之下 貸出售非流動資產 方法 又是承認300萬 我就充300萬 那因為他賣掉的時候 我要把他累計減損 原來在貸放 我要寫到街坊欄 才會把他充掉 非流動資產 好 這個非流動資產 你可以看一下 我錢幣是不是已經轉了一個 因為9月30號的時候 我是不是價值回升為240萬 所以我已經借累計減損60萬了 所以帶減60萬 帶回轉利益60萬 所以累計減損 方法 一個時候 我的累計減損剩下70萬 好 其他客戶都沒有了 所以接下來你就看啊 我這兩個 我這個代方是330萬 然後我的借方是330萬 代方是300萬 所以我承認 處分利益30萬 你也可以想 我的賬上的金額是多少 我現在如果從300萬 然後呢 我累計減損只剩下60萬的話 是不是剩下240萬 如果方法一 我這邊承認了回轉60萬之後 我的貸出售 非格供資產的帳面金額是300萬 去減掉累計減損60萬 所以我的帳面價值有240 我現在賣掉270 我是不是除分利益有30萬 就這個 好 如果你是方法二 假設我是用方法二的處理方式 一樣 我的現金是 我一樣 哇 你又拿到什麼 反正你賣掉 賣掉拿到的錢都是一樣的 那我的 累計減損 非流動 呃 再出售不是非 再出售 非流動資產 跟這個一樣的吧 跟這個一樣的 那這邊1075,000 你看我這邊呢 在9月30號的時候 因為它有回轉 所以要減少60萬 所以我現在多少?剩下47.5萬 所以我這邊呢 我的累計減損貸出售的部分是47.5萬 方法二 我的貸出售費又公資產 連貸出售的金額是287.5萬 所以我的存分利益也是30萬 換言之你也可以需要說 我原來的帳篇價值是270.5萬 減掉47.5萬 我的帳篇價值還是240萬 240萬賣掉270萬 所以我的主徵率率30萬 所以不管你用哪一種方式 你最後的對選意表的影響是都一樣的 因為你都一樣承認主徵率30萬 所以是 好 方法一跟方法二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方法一的顯得分圖366頁 好 你看是不是主份利益30萬 那方法二也是一樣主份利益30萬 只是你分顧的金額 比如說你的代出售基金設備的累計減損 只有47.5萬 不是方法一的60萬 就這樣可以 大家看懂嗎 好 所以它是比較複雜一點點 好 因為它把它從 它這個例子裡頭是又有減粉發生 然後又把它重分類 然後重分類完了之後呢 又有幾個階段的評價 然後之後賣出去 就是勢力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它是比較多的出售方式 那施力6呢 它是把它改變計劃 好 施力6呢 我暫序不講 施力6是 我本來要賣 後來決定不賣 那不賣的時候 你要怎麼把它掃回來 怎麼把它掃 回到原來的清晰設備 反正是施力6的例子 好 那施力6的例子也會看你前面 因為你把它重分類為代出售的時候 你用的方法是 譬如說是用方法1也好 方法2也好 它的科目黴幣呢 只是你要轉銷的金額不太一樣 所以施力6類似 好 只是它的算計起來呢 根本是可以回轉的金額要怎麼算 這是 而且要給條件不太一樣 可能可回收金額是 X506月30號呢 它做了一些可回收金額是 1百6 兩百億 三百萬 好 這影響你的可回的累計減損的 回轉金額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如果是 回轉金額 可回收金額是1百6 它所承認的減損損失還是有 因為在6月30號呢 它回期應該有的帳面價值 可能還是小 還是大於它的可回收金額 那如果你的可回收金額是2百億的話呢 就可能會提升回轉利益 那大於3百萬 當然跟人回轉利益就會更多了 但是怎麼去算它 好 這個是你要去評估一下 怎麼去計算這個東西的 好 這是施力6 當然也會去計算太好了 好 這樣子 好 因為我怕在講下去這個地方 你還會想吸收碗的話 才看不出來對不對 只是基本上它是吧 你可以回轉怎麼回轉 好 跟我們前面講的 概念是完全一樣的 你可以回轉的金額 不能大於假設你從頭 都沒有產生這個減損情況之下 或者是你從頭到尾都有這個 就是這個資產如果從頭到尾 都有同分類之下應該有金額 好 這是你要去看一下的 好 這是請你 可以在派灘施力6 的快捷律力8章 第8章 比較複雜一點 不停把你基本情來講 好 因為呼籲投資性不動產 我們可能會留到最後再說 那為什麼要特地去講 因為我是快地的講 單獨一個光貌在講 投資性不動產的快捷律力8章 好 那我想現在如果很多 像那個壽險業啦 或者很多公司呢 有做這種不動產的投資的話 他的快捷律力8章 應該就非常有利負貸的做 所以這個地方會是 那這個裡面講的 我想也是 所以它是放在部分裡頭 那帶去開心的能力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就今天先講到這裡 然後之後再講到11個 再往下講 因為 有裝置摩托下 好 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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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